我这个病人快到突兴来断了 患者幸运 今年28岁 患于严重的肾腿上 这个病人的话 它是一个诊断是生命综合征 然后目前的话 是有个肾功能的 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状态 可能的话会进入突兴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肾脏出现问题 而且还是如此糟糕 我这个病看花了三多万 太麻烦了 这对于还不到30岁的李东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更让李东感到震惊的是 他之所以会患病 和大家在生活中 都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有关 他会得这个病 但是和这些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 现在后悔也没用 究竟是什么不被注意的生活细节 导致李东会无法挽回的肾损伤呢 我们看到这个小伙子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他的肾脏显然是出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问题也来了 以前我们会想到说肾脏疾病 好像在概念当中 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会出现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肾出发来找到 为什么在这么年轻的人身上 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病人呢 是我自己经手的一个病人 他的临床的早期表现 是跟我们的夏季的很多的小的细节 密切相关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 这么大的肾脏模型 也是提醒各位要关注我们的肾脏 就是因为在夏天 有一些小的症状 蛛丝马迹被忽视之后 会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 换言之 如果早一点发现 接收到肾脏发出的预警信号 是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阻断 这个严重的后果的 对吗 对 在这个真实病例当中 也代表了很多的人群 出现肾脏病的一些个 临床的不同的阶段的危险信号 发出些信号 就需要指导我们大家 关注的 李东都经历过的 代表着肾脏损伤 从轻到重的 三个不同阶段的预警信号 而它就是因为 没有重视这三个危险信号 造成了现在 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 那么这三个危险信号是什么 这三种信号 跟我们的肾脏损伤 又有哪些密切 细细相关 换句话说 这个危险信号 存在在各位当中的 每天的接触的 空气和水里面 都可以看到 没错 它可以通过这种 飞沫传播 比如王医生 是个病人 突然他打了个喷嚏 我们所有人都遭殃了 这个意思吧 一过来很多飞沫 我们都有可能接触 喷扯出来 比如到这个盒子上了 那我的手去摸这个盒子 去抓这个盒子 那么都可以通过接触 传染到你的手上来 实际上我们 我们生活当中 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 也会把这个致病因子 带到你的体内 我想请问在座的 各位观众 你们有多少人 平时有这个 挖鼻屎的习惯 等会儿 等会儿 王医生 你看我们这节目 这么多人在看 是吧 你注意一下 您的提问方式 我觉得我说得很清楚吧 这个是一个习惯吗 就是说如果有人 有这个习惯性的动作 就很危险吗 对的 这种致病的因子 就可能 趁虚而入 您看您的一只手 已经伸出来了 这已经有了 有病菌了 然后呢 然后去 不要搭我的 这样挖别人是吗 然后把它的冰箱黏膜 通过冰箱黏膜 这个病原菌 可能就又进到他体内了 听李医生这么一说 可以说是一个危险因素 无处不在 你摸能摸着 对吧 呼吸能吸入你的身体里面去 这防不胜防吗 这种让我们防不胜防的危险因素 最终可能导致肾衰的发生 我们时刻在接触的这种危险因素 稍不留神就会感染上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感染了这种危险因素呢 这种病原体啊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跟我们的中国的南北方的地域分布还有区别 同样是病原体的感染呢 在北方地区更容易引起一些个呼吸道的症状 没想到还有一个症状上的区分 而且还有南北差异 北方人感染了这个病原体会有嗓子疼跟咳嗽的表现 是的 南方呢 在南方地区啊 同样是感染这种病原体的患者 就会出现一些个皮肤的损伤 那么在皮肤损伤当中 最常见的表现是这种浓泡 也就是我们皮肤破溃 流水 那么它出现的皮肤部位 可以在躯干 也可以在四肢 这听起来这个病原体挺厉害的 所以说出现了这个 如果出现了这个嗓子疼 咳嗽 或者是身上起包这种情况 你就要格外警惕了 到底说来说去 这个可怕的危险因素 这个病原体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大家身上都已经携带了 却不自知呢 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测试 我们在街头找了几位路人 随机取样 我们去看看他们身上 是否携带这个危险因素 节目录制前 我是大医生栏目组 在街上随机找到了六位测试志愿者 进行口腔细菌检测 我们将测试者带到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医生对六位测试者逐一取样 并进行标记 随后将取样誓子送检 检验员对六位测试者口腔内的提取物质 进行细菌培养 48小时后 我们再次来到细菌培养实验室 检验员将六位测试者的检验报告封装 那么他们身上到底有没有携带这种伤肾的危险因素呢 演播室马上揭晓 接受测试的人六位 其中携带这个病原体的人是三个人 50%的命中率 那么这个病原体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在病历当中看到的让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走向重症的肾脏疾病的第一步 这个可怕的病原体也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危险因素 它的名字是溶血性炼球菌 这个第一个信号或者是身体给我们的第一个机会 就是提示你可能携带这种细菌了 那么这时候如果积极地处理 可能就会避免以后出现那么严重的肾脏 是的 除了在早期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还是能够延缓它对肾脏损伤 实际上我知道这个病原体并不是说非常难杀死的 它名字很可怕 对对 并不是那么可怕 虽然说到处都是 我们查资料上溶血性炼球菌 那么在60度30秒 在这个温度上就可以把它杀灭 所以我们平时注意这个比方说 东西稍微削一下毒 皮肤上我们多洗洗澡 对 很容易就清除掉口腔里面刷刷牙 对吧 但是如果有一点 如果这个细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如果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的话 那么就会引起一个进一步的损伤 像刚才王凯医生讲到的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发出一个信号 这个溶血性炼球菌没有被发现 没有被像华医生讲到的很轻松给灭活掉 那么它就会存在在我们的身体之上 当发生下一步的变化的时候 问题就进一步严重了 因为刚才于主任讲到三个台阶三个信号 这第二个信号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而且之所以要提这第二个信号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题还是跟夏季有关系 在夏季当中 这种症状更常见 每个人都可能会碰到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关键的一步 于主任把我们在片头的这个年轻男性的这个病例夹带到了现场 这里面记录了这个患者入院时候的一些症状表现里面就包含了这重要的 我们说双引号重要的第二步第二个台阶 我们来让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病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肾脏的损害的前驱表现呢 就是病人在两周之前出现了一个感冒的症状 感冒才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引起生命的一个元凶 让人没想到的是感冒竟然是可能导致肾衰的重要危险因素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染的感冒 对我们的肾脏来说到底有多危险呢 感冒是让这个人踏上肾损伤肾病的第二个台阶 是的 我们看到患者出现头痛发热最高为39度 诊断为感冒 感冒这两个字太小儿科了 感冒一年我没有个二三十次 我觉得这一年我都没有经过 太多了 大大小小啊 大大小小全算上啊 对于身体弱的人来说 每年感冒个几次太正常了 但是感冒 您确定这是今天我们在讨论严重的肾脏疾病的第二个台阶吗 是的 我确定 我看我们这个大的肾脏模型已经重了一件了 感冒 但我出现比如说发烧 有一点点发烧 38度往下我基本上是不用药的 你不用药啊 就是38度甚至是38度5往下我都不用药 你看你看 我也是这样 虞人有点头 不对啊 点头 而且就是一般的什么咳嗽啊 就是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三个字就是多喝水 就摔一跟头才也是多喝水 王凯 王凯 你呢 我一般也不吃药 你看 我跟月月是一类人 我们俩都是水人 应该还有很多人不吃药吧 我看你能扛多久 对啊 你们谁不吃药 感冒不吃药的人有吗 我一般感冒都不吃药 就是特别就是这个发烧的时候 特别发烧的时候 我就物理降温 能挺就挺 是要三分毒嘛 所以说我一般感冒都不吃药 都挺过去了 都挺过去了吗 挺过去了 都挺过去了 罗医生我也都挺过去了 这不好好的吗 听着也挺有道理的 对 喝喝水 对 来 谁认为就是感冒要吃药的 我感冒就吃药 稍微有一点点头疼就必须要吃药 我是那种就是 嗓子又一点点不舒服 稍微渐一点点凉 就必须要吃药 嗓子一疼 然后又有点咳嗽 赶快把这药吃上 我同意 我特别赞成 我特别赞成小姑娘说的 因为我平时就是 稍微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 我提前把药吃上 当然我说的这个药 一定是只是针对我这个症状的药 把这个症状呢 给它压下去 后面呢 也就是不会继续加重了 后面就好了 所以我很少会到发烧的程度 如果及时的吃药的话 所以鸾医生 你说的是压住症状的药 对 那你是对症的 对 你对症 你主要指的是哪些药 你不吃哪些药 比如说 咱们说了 就是治疗流鼻涕的 对吧 这些症状的 卡塌症状的 嗓子疼的这些药 所以你明确的是不吃抗菌素的 整个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不吃抗菌素 到底感冒的时候 我们吃药好呢 还是不吃药扛了好呢 这个结果 我目前不立刻告诉大家 我们先看看 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的一个病人 他是怎么进行处理的 到底这个病人是吃了药 得了肾病呢 还是没有吃药 自己得了肾病 觉得感冒引起的 觉得完全不注意 就是因为小李刚开始对感冒不在意 没有及时就医 在硬扛了两个星期后 身体出现了可怕的症状 通过病例我们看到 最开始这个小伙子感冒了之后 他就是生扛 跟咱俩的方式一样 但是他扛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最终导致了恶果 我们来问一下于主任 这个病人扛了多久啊 好啊 那我们看一看大屏幕 到底这个病人扛了多长时间 是我们引起身上病的一个危险期 两个星期 两周 但我是要声明一下 像平时我们说生扛 顶多就是三五天 三五天再不好 身体也吃不消了 就绝不会 绝不会那么固执的说 我就不吃药 不会这样的 其实这个现象还蛮普遍的 就是因为这个病例 请注意是一个年轻的男性 我们很多年轻人 特别小伙子 非常有自信 而且确实因为很多工作和学习的原因 不及时吃药或者看病 所以可能扛的时间会偏长了一些 咱们说的第二个台阶 说的是感冒 感冒跟肾炎什么关系 它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抵抗力低下了 这时候存在于你身体里面 随便在嗓子部位的 在鼻黏膜部位的 这些溶血性恋球菌 就可以趁虚而入 感冒实际上是造成 溶血性恋球菌 侵入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条件 当它制造了这样一个条件之后 激发的一个溶血性恋球菌的感染 这样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损伤 看似普通的感冒会引起我们抵抗力下降 从而造成第一台阶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溶血性恋球菌爆发 当这种病菌进入肾脏就会对肾脏造成损伤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发现 那么就会引起更进一步的肾脏损伤 升级到第三个台阶 那么第三个台阶的肾脏损伤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呢 第三个台阶预警信号又出来的时候 我们离肾脏的真正的损伤就已经非常近了 甚至说已经损伤发生了对不对 对 其实这第三个信号的出现呢 比较遗憾的是临床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个不可避免的肾损害的信号 那么这些肾损害的信号进一步发展 真正可以发展到最后比较严重的像尿毒症透析的这样一个危险的后果 尿毒症透析 还有更可怕是不是肾衰竭 是 都会与之相关 所以这个可怕的信号是什么呢 我想问问大家 大家知道我们的西医讲的肾脏有哪些重要的生理功能吗 大家注意这是西医讲的 可不是说咱们中医那个肾虚肾 排尿 我也听到观众 尼克说肾脏是用来排尿的 排毒排尿 就像刚才几位观众提到的 我们肾脏是一个重要的下肥造析关 那么它一个很重要的生理功能 能够我们把体内的毒素或者一些一个代谢产物排到体外 保证我们内环境很稳定 大家刚才说了 说这个肾的功能就是为了排毒排泄 排什么出来呢 这拿出来大家会有误会吧 这是我们道具做的 模拟的好吗 模拟的 这个就是尿液 显然尿液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情语表了 尤其是对于这个管道工来说 是吧 刚才于主任特别幽默地说 这个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下水道啊 看这个很关键了 那么在我手里呢是一个正常的尿液 那么当我们的肾出了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尿的性状和颜色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提示我们的肾脏已经发生了损害 是 那么这里面我就现场给大家取一些尿样 看看这些尿样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王医生现场自己取尿样吗 我取李医生了 是从这个样本当中模拟尿液对吧 那我就先取第一种 高能的舞台什么都会发生 怎么样顺畅吗 哎呀很顺畅 很顺畅哈 没有任何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 啤酒是不是 看着很像 要不然你来一口 这因为有泡沫啊 明明就是道具老师 明明就是啤酒 用这个啤酒来模拟的这个尿液 对 月月你觉得这个尿有什么问题吗 跟咱们正常尿液 就是泡沫啊 我一直在说 不应该有泡沫 而且是那种不灭的泡沫 经常看健康节目的观众 已经知道了 如果是因为重力 或者是水花四溅 造成的那种泡沫 应该很快就会消失 但这种经久不灭的泡沫 证明我们的尿液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反映在肾脏的一些功能受损了 对 这种尿里当中的小泡泡 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 不消失的小泡沫尿 就要引起注意 有可能是你的肾脏出问题 当尿液当中出现长时间的泡沫 就说明我们的肾脏 可能已经出现了损伤 这是肾脏损伤 我们的临床的顺略名词 叫做蛋白尿 大家知道我们的肾脏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滤器官 我举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例子 就是我们很多的家庭的妇女主妇 做饭用这个筛笔的筛子 筛一些个粗粮或一些个米 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筛笔的筛子 这个筛的孔径是有一定范围的 那么如果比孔径大的这种颗粒 就不会被筛子筛出去 就会留在我们的筛子上面 如果我们肾脏功能够好 平章够全 那基本上我们好的蛋白 就不会从我们的筛子里边筛出去 换句话说 这种蛋白呢 可能是一种粗颗粒 而我们的肾脏出了问题 筛子孔径变大了 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那么蛋白就可以 没有任何阻碍的从尿里排出去 就会造成我们表现为 泡沫尿的蛋白尿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蛋白尿呢 就提示着你的这个肾脏 这个筛子已经出问题了 漏尿了 漏了 筛子漏了 漏了 这网破了 蛋白尿是肾脏病的一个表现之一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流行病例的调查 有明确的数据 中国的慢性肾脏病的发生率是在多少呢 10.8% 换句话说 我们在座各位的10个人当中 就有可能一个人患有慢性肾脏病 而在慢性肾脏病的病因当中 肾炎 蛋白尿又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因 广大的糖尿病病人 我想也提醒一下 应该注意你的尿液 因为什么呢 因为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就是糖尿病肾病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 也可能尿里面出现蛋白 所以虽然我们说 尿里面有蛋白我们看不见 但是这个泡沫就提示 它有蛋白尿了 是 好 我来给大家取第二个尿样 看看是什么 应该把它也纳入管道工的行列 有问题没有 这我觉得 就是尿液的颜色可以浅 但是这么浅不太正常吧 这是咱们说正常尿液 这个稍微有一点黄了 那么正常尿液应该是个淡黄色的 也是跟你的盐水量有关系 但是这个真的是无色透明 正常的尿液应该无论如何 不应该是一个这么完全清亮和无色透明的 对 从医学的专业角度而言 我们描述一个正常尿液应该是两个词 一个是清亮 一个是淡黄 所以我们接着第二泡尿呢 只是描述了它第一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名词是 清亮而没有淡黄 没有颜色的尿 在正常人大量饮水情况下 就可以出现 但是如果你的饮水量跟平时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如果你的尿的颜色仍然很透明 很白 要注意你可能是肾脏病的早期损伤 这提示你的肾脏的浓缩功能 或者老百姓说我的憋尿能力 那么这个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描述 说这种尿叫乳迷尿 除了乳迷以外 比如像菌尿里边还有很多的细菌成分 或者是一个盐性成分 都可以出现这种混浊的尿样 那么如果这种混浊的尿样呢 同时合并有比如说 抬尿的时候出现一些尿频啊 尿急啊这种尿路刺激症状 那么更提示你可能已经出现 泌尿系统的感染了 对 千万不要小瞧这泌尿系感染 我们常说的肾鱼性肾炎 就属于尿路感染的一种 所以当尿液出现浑浊 就是警示我们的肾脏 可能出现了炎症损伤 而这种损伤在夏季非常普遍 尤其是女性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肾脏更容易遭受到这样的损伤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尿 它的出现要比之前说的三种尿 都要引起重视 因为出现这种颜色的尿的时候 就有可能预示着肿瘤的发生 最后一种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们把它形容的颜色是鲜红 是 鲜红色的 鲜红色意味着是鲜血吧 里面有血 里面有血液 那肯定是明显的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就肯定是很紧张很紧张 我们叫红色预警 对 尿脸色发红的一般都考虑 可能有血尿的出现 如果有血尿 大部分考虑两大类的原因 一大类原因就是有肾炎 肾小头肾炎 还一大类像泌尿器的结石 泌尿器感染 甚至泌尿器的肿瘤 都可以出现血尿 如果出现了这种红色的这种尿液 而你身体又没有明显的不适的情况下 你要特别的警惕 是不是肾脏出现了很严重的一种病变 这种鲜红的血尿会非常吓人 但是各位请不要担心 在判断你的血尿 到底有没有严重问题的同时 要同时感觉一下 有没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出来 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腰痛 对 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伴随现象 那如果出现了尿疼 同时还有血尿 到底这个病严不严重呢 我觉得疼是不严重的 不痛才可怕 没错 养生达人 是这样 如果出现了尿疼 反而这个病并不严重 出现尿疼的疾病 往往是跟一些个密尿系感染 或者是密尿系结石 这种所谓的良性疾病 密切相关 而如果出现了不疼的尿 颜色如发红 特别是在老年人 中老年人群 就要小心我们说的 刚才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 就是密尿系的 或者肾的肿瘤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也曾经听到过 有人来描述 它的这个血尿是 有几天 然后就消失几天 有几天就消失几天 然后老人家就觉得 我也不疼 而且出几天这样的红的 过两天就好了 然后一直都没有去 这有可能是肾癌的一个表现吗 对 实际上忽多忽少 或者是一会儿血尿 一会儿不血尿 反而有问题 特别是颜色 不像这么鲜红的 一些个暗色的 或者是偏洗肉水 偏暗赫斯尿液 才更多的提示 是这些个慢性的密尿系的 肿瘤的发生 那么如果出现了肾癌 往往需要做手术切除 如果这个肾癌是单侧 那么可能需要单侧的切除 还保留了一侧肾脏 保留了一定的肾功能 但是如果是双侧的肾癌 那么需要进行双侧的手术切除的话 那可能这个病人以后肾功能 就需要进行一个这种偷吸来维持了 是 所以早期发现尿的颜色变红 也会为很多这种恶性疾病 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线索 我们老百姓或者我们的观众 可以及时就医 不过说到这个红颜色的尿 还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女同志在月经期去采尿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 采成这样的一个血尿颜色 是的 实际上它是因为方法不当造成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个肠的药物 包括一些个抗结核的药物 它的代谢产物也是红色的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个污染 都会造成假性的血尿 这要注意排除或者除外 另外一个呢 咱们在喝水喝少的时候 或者大量的排汗的时候 没有及时补充水分 你的尿液的颜色会发深 但是如果是颜色特别深的时候 尽管不是我们介绍的这种血色的尿液 你也应该小心 可能里面也有问题了 总而言之 那么标志着我们肾脏受到损伤 进入第三个台阶的信号 就是尿液颜色的变化 泡沫尿 清澈尿 浑浊尿 血尿 都是肾脏损伤第三台阶上的警示信号 只有充分的注意这样的尿液的出现 才能避免我们的肾脏遭受更严重的损伤 从而减少肾衰的可能 那么除了尿液的颜色 还有哪些特征警告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呢 那么除了这个尿液的颜色以外呢 像尿液的量和它的这个次数 如果发生了变化 也会提示你的肾脏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那王凯医生 我要给你拿一个鱼缸 去来量一下人一天要有多少的尿量吗 我尿不出那么多了 我们这株道具特别直观地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尿量还有频率是正常的 那么人一天到底排出 咱们用毫升为单位 多少毫升的尿量是正常的 对 这个不是脑筋异转弯 其实让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不去关注 你也不去看我一天要排几次尿 也没量过 也没有量过 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怪癖 所以只有医生来给大家这么一个答案 只有医生知道多少呢 那么这是一个凉杯 我下面会往凉杯里倒的一个水 一滴水代替我们真正的排尿过程 正常饮水情况下 我们的24小时尿量是多少呢 现在肯定不够 我们看一下1500的刻度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不够了 继续倒吧 肯定不够 这太少了 不够 不够 好的 我这还有 大家觉得尿太多了就喊停了 要不然我们就会一直倒下去了 有人说差不多了 排到吗 排到吗 这 排到吗 好了 太多了 我觉得今天的观众请的都是 养生达人都是高手啊 真正尿量实际上我问了很多我周围的朋友 即使不是学医的 他们都没法给一个准确答案 但是下面的观众给我们的反应是正确的 我们正常人在正常饮水情况下 我们24小时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 特别多或特别少 都有提示一些个重要的临床问题 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有了答案 第二个问题是 大家知道排尿的习惯每个人会有差异 白天会排 晚上也会排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晚上到底排几次或者排多少 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抢答吗 可以抢答吗 抢答 当然可以抢答 抢答吗 要观众说两次 有人说一次 一次 我认为是零次 零次 我觉得晚上不应该起 你看啊 我昨天晚上吃了俩西瓜 结果我就排了四回 你得排除这种 你得排除特殊情况 咱们这样问问 咱医生你多少次 我七百次 四次还是五次 是零吧 正常应该是零次 是零 咱们的健康的成年人 如果你睡前没有喝很多的水 入睡以后 我们一般以八小时睡眠时间 作为一个标准 应该是零到两次的排尿 但是白天跟晚上尿量一定会有区别 那么到底白天的多还是晚上多呢 没问题 这个答案第一个是肯定的 那大概多多少 比如这两千毫升 我们要分成白天和晚上 各占多少呢 如果答一半的观众 一定要赶紧到我们的门阵 来评估你的性功能了 有问题吧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晚上尿量 还不能超过白天的一半 它比白天的一半还要再少 相当于全天的24小时尿量的 四分之一左右 是多少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数据 到完了以后 你们都知道晚上尿量能有多少 好 晚上的尿量基本上 无论是零次还是一次还是两次 只要你排尿 一般一次不能超过200到300毫升 人的年龄增大以后 我们的肾脏功能就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逐渐减退 所以它企业的次数和印尿也就会增加 但是呢 也有一个底线 不能超过白天的50% 尿液颜色的变化 尿量的变化 都可能预示着肾脏功能出现了问题 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因 就是感冒 超过两周时间的感冒 很可能是肾脏已经受到病毒伤害的危险信号 这样的危险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的肾脏出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伤 那么我们除了感冒 还有哪些会造成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呢 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感冒伤肾前面刚才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下面这个肾还会受到哪些威胁呢 那么在夏天呢 还有一种肾的类型 也会导致我们的肾损伤 是什么呢 就是贪吃肾 尤其是跟月月你这样都有关系 怎么了 我怎么了 夏天 因为你也很好吃啊 对啊 这是肯定的呀 夏天这个吃东西方面的确是要注意 因为夏天可吃东西太多了 什么烧烤呀 当然了 这个一定要有节制 比如说冷饮啦 当然了 这个一定要有节制 比如说 我可以一直说五分钟 夏天火锅啦 当然也有节制 这跟吃有关 但是跟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关 是这个意思吗 王一生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东西呢 还不是这些 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 没提过的 对 没有强调过的 也是吃的 对 然后夏天也是会很集中出现这个问题 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个 可能平时并不注意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个误解 对肾脏有好处的一些个食品 好 来 我们请阿姨来挑选一下 那有一个小超市 选出来您认为 伤肾的 就是给肾脏增加负担的食物 还有另外一类 是保护肾的 我觉得这个绿豆是保护肾的 那个大虾是伤肾的 绿豆是保护肾 大虾是伤肾 说得出理由吗阿姨 我觉得这个是寒性食物 属于寒冷 那要这么说绿豆也是偏凉的 这个是铁毒的 是这么说的是吧 感谢一下阿姨 斩钉截铁的选择 送给您爱新香菱 要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刚才阿姨是说 它是伤害的 豆子是保护的 那我们请这个王凯医生啊 做一个实验 验证一下 您对这个食物的挑选 是不是正确 您的礼物要拿好 答错了 说不定还要回收 那么我们下面就看一下 这两种不同的食物 经过我们的人体消化吸收以后 到了肾这个部位 会发生什么 我们首先看这个绿豆 经过我们的人体的消化系统 到达肾脏以后 好 我们看到这些绿豆呢 都漏下去了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些绿豆 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 被吸收掉以后 有一些产物 没有被完全的吸收 所以它会进一步的 对我们的肾脏造成负担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盆虾 好 我们看到它没有漏下去 说明它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 被消化吸收得非常的完全 所以就不会进一步 找我们肾脏的麻烦 到底这两种的食物 到底对我们肾脏有好处 还是没好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阿姨的礼物要危险咯 这个这个是好蛋白 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好蛋白 能够怎么样 不通过心脏丢光 而那个绿豆呢 是所谓的一个劣质蛋白 提到优质蛋白跟劣质蛋白 对 优质蛋白指的是一些个动物蛋白为主的 它里边的富含的蛋白成分 叫做氨基酸 那些个氨基酸成分叫做必须氨基酸 也就是我们人体当中 不能自己合成 需要靠外缘来补充 所以这些蛋白呢 直接进去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 而不需要经过代谢 而劣质蛋白呢 指的是一些个非必须氨基酸 到体内以后 还要转化成必须氨基酸才能吸收 所以它就会增加我们的胃肠道 和我们的肾脏负担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直被大家提倡的素食中 含有的植物蛋白 在吸收代谢的过程中 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而动物蛋白可以直接被我们吸收 所以不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那么这两种蛋白质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因为以前我们推荐了 说脂肪蛋白是好的 因为我现在跟大家一样 满脑袋都是问号 所以要说得很详细 说得很清楚 要不然观众说 昨天月月还让我吃豆子呢 今儿怎么又说不行了呢 好 那借这个机会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食品的可以选择 那么请王医生 挑一些个我们能食用的 就是分优质和劣质是不是 对 我们先第一部分出来 然后再告诉大家 你现在还可以再考虑再商量 王医生真是逛超市的高手 就是缺个篮子 王医生不好意思 没有框给你准备 没事 我分两趟 就是现在要区分的概念 是优质蛋白和劣质蛋白 对 这是第一步 王医生想做一个大虾炒油菜 李医生真的是 李医生真的是不下厨 有这道菜吗 月月你的最爱 看看是什么 哎呀 考腰子 那月月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先挑一挑 分出来哪些是劣质的 哪些是优质蛋白的 那么虾是动物 腰子是动物身上的 牛奶来自于牛 牛是动物 鸡蛋也是 鸡也是动物 这些 这两个拿走 这些我认为就是 基本上可以直接吸收的 而其他的这些植物类的 就是需要肾脏 再多参与一步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估计把它叫成劣质蛋白 你这个是怎么着 腰子 这也是优质蛋白的 不过它却含有对肾脏不好的东西 那就拿回去 它不好 但我们现在说呢 这个在谈到是优质蛋白还是劣质蛋白的时候 它应该还是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 对 但是它是优质蛋白 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好东西 对 因为刚才你提到了 它是一个解毒器官 还有一点 它里面还有非常高的票令 引起我们高尿酸 我们至少在第一步呢 给大家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就是把蛋白的成分的种类不一样 分成了优质蛋白和劣质蛋白 那么这只是第一步 因为我们不想通过节目造成大家一个假象 就是很多的蔬菜 水果 这么新鲜的东西 我们都不服用了 这也是不能交往过程的 还有很多维生素 帅师纤维 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好蛋白不好蛋白 我们是从营养角度上去考虑 但是今天是从对肾脏好不好来说的 所以从对于肾脏好不好 我们可以分为优质蛋白烈质蛋白 但是我们平时说豆子还是一个很好从营养角度上 对 很好的蛋白 这里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豆制品或者豆类的种类非常非常多 简单而分大豆类和非大豆类 大豆类指的是我们一般的家庭当中常见的像黄豆 黑豆 青豆 都属于大豆类 虽然是豆类 但是它里边的豆制品蛋白是必须要溺酸 所以这些可以放在我们的优质蛋白里面 而非大豆类的豆制品像红豆 绿豆 都是真正的植物蛋白 应该放在劣质蛋白里面 我刚才把绿豆也放过去 绿豆酸那边的 我们给平反了一个 好啊 好啊 我们说的这些原理可能适用于每个人 但是真正给大家做一些个饮食的介绍的时候 一定要两体才一 就是你基础的状态 包括你的年龄 刚才我们提到了 肾脏也是个老龄化的器官 超过60岁以后 每年会下降1%的功能 如果年龄比较大 它代谢这些蛋白的能力就会下降 而对于在场的各位 包括我们在台上的几位年轻人呢 你的肾脏功能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因为要注意 不注意太在意 因为过分的速食 或者过分的控制饮食 还会造成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营养不良 也同样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损害 所以提醒各位爱美的女士 也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该吃一些个好的营养品 没有问题 这都是我的了 拿去吃这个 而如果生锅灯已经减退了 特别是些老年人 那么有些个植物蛋白 或者增加我们身当负担的食物 就需要减量或者不使用了 讲到这个优质蛋白和劣质蛋白 有一种东西 我想问一下 到底摄入它有没有好处 就是保健品当中的蛋白粉 我经常被问到 我要不要去额外买一罐蛋白粉 我妈妈这个上年纪了 她在喝一些饮品的时候 我可以放一勺进去吗 对她来说 补充这个额外的蛋白质 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 蛋白粉呢 实际上是营养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那么对于一些个大病初遇的 或者一些个手术术后的患者 适时的补充额外的蛋白 必定会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过程 对于正常人 特别是我们每天都能够接触到 正常饮食的老年朋友们而言 你的饮食当中 已经足够包含我们人体当中 每天必须的蛋白质的数量 所以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 即使蛋白是好蛋白 也同样会增加 你的身体的代谢的这种概率 对于老年人来讲 高蛋白饮食还是要控制的 所以我想到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 叫做粗茶淡饭保健康 实在是太太经典了 讲到食物对肾脏的损伤 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成分 那么这种成分 被很多种疾病都列为高危的食物 这个高危的食物 也是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吗 对 它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那么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 那么长期吃这种食物 也是不好的 就是李医生的这个专业范畴之内 这种食物也是危险的 于医生的这个专业范畴之内 这个食物也是危险的 大家一定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高颜的食品 李医生的专业是心内科医生 而我是肾内科医生 我们现在很多内科领域当中的 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名词 叫做心肾不分家 所以很多的饮食习惯 实际上对我们的信荡和信荡 有的共同的损害的途径 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凶 其实说到盐 大家说电视宣传已经很多了 大家都知道 耳朵讲解 对对对对 但是呢 很多人一说到盐 都想到的是那种白花花的盐 比如说我少割一点 做菜少割一点就得了 却忽视了我们食物当中 你看不见的盐 额医生说的呢 其实就是隐形盐 其实有些食物呢 它的这种隐形盐 你连想可能都想不到 这食物里面会有盐 这些还有隐形盐的食物 到底每一种 背后藏着几勺盐 我们看到哈 那边有几个盒子里面 装着就是含有隐形盐的食物 是你想不到的 快王医生 就让我们看看 这些我们不知不觉 吃进去的高盐的食物 盐分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肾脏 我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平时做菜一样 经常会用一些盐来杀这个蔬菜 让那个蔬菜发腻而出汤 把水逼出来 这的话做菜是一道美食 但是如果到我们的肾脏里边 盐就会对我们的肾脏 直接造成杀伤 损伤我们的肾脏的内皮细胞 就是血管系统 而造成进一步的肾脏弄损伤 太可怕了 好了 这我们就摆好了 咱们一样一样说 看今天这个卢医生 准备了一大碗盐 我们每拿出一种食物 就会告诉大家 每百克这个食物当中 还有多少盐 先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 番茄酱 番茄酱这个在吃 又要说的垃圾食品了 永远都在节目里爆料 说自己特别爱吃垃圾食品 对啊 就是吃了薯条或者蛋包饭 反正这个番茄酱 经常很多人就提起来是这样的 很多很多大量的在吃 而且也不咸 不咸吧 不咸 酸酸甜甜 非常快口 必须让它里面的盐 都让那种酸甜味给遮住了 因为你知道100克里面 有多少盐吗 您盛出来我们看一下 这100克的番茄酱里面 就含有两克的盐 相当于我们这个勺子的一瓶勺 100克 100克你能多少呢 这一瓶是300克 100克的话就是这么多盐 来放在那 而且薯条上有没有盐 哎呀有 看看这个 哇 香肠面包 这是早餐的这个 军搭档 没错 没错 两片面包 然后一大堆香肠 你会吃多少 来 100克吧 1%差不多 3分之1是吧 那3分之1的话 就是100克 100克的话 它里面大概就是3克的盐 咱们说3克的盐 又是这么多 我们来 这一勺再加半 这是早餐 每上早餐吃面包 就着3克盐在吃 就着3克盐都吃面包的 这一早餐就这么多了 好咱们看看这个箱子吧 哎 这个怎么会有盐呢 这不是绿叶的蔬菜吗 芹菜里面高盐呢 没错 咱一般的来讲呢 这个蔬菜里面的盐 我们都是以它含钠的量来计算的 你知道这100克浑香里面多少盐 2.4克 100克就是2两 2两浑香 就是2克盐 吃一斤的浑香 李医生你吃的浑香都是按斤吃了 也不一样 如果是包饺子的话 也会 大概6克盐吧 16克盐 也会吃到那个量的 对 所以这里面含颜量相当高的 只是我们大家觉不出来看不见 大家知道植物的叶子 含颜量比较高 嗯 根 比方说根块类的 像这种土豆 含颜量100克里面只有0.11克 所以非常少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及 还有果实类的 冬瓜呀 茄子呀 豆角啊 相对来讲含颜量比较低 在夏天 我们因为没有胃口 会吃一些口味比较重的食物 盐的摄入本身就比其他季节要高 如果再加入引擎盐的摄入 就会远远高出安全的标准 这会在无形中伤害我们的肾 那么在夏天 除了造成肾脏损伤的感冒肾 贪吃肾 还有哪种不良的习惯 会造成我们肾脏的损伤 出现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呢 我们这人录了一会儿了 于主任给大家提了个建议 说大家都这么辛苦 我们也这么辛苦 请大家喝饮料吧 是的 准备了好多种饮料 因为我不喝 为什么 我每次看见这些花花绿绿的饮料 我就上去 我只喝矿泉水 你们知道吗 有人做过调查研究 说在所有的颜色当中 这种橙色是最能够激发人想喝欲望的颜色 所以上次编导给我了一盆橙色的 王医生要不然我们拿下去给观众 给大家喝 尝一尝 大家可以放心服用 这个完全不是道具 是真实的 这是我们刚刚打开的 谁渴了 谁想喝就喝 谁渴了 来 阿姨 真渴 阿姨 你喝完这杯饮料以后有什么感觉吗 这个从心里的往上冒气 哦 嗯 是 这是什么高级饮料 甜吗 心里往外冒气 我这个也是有气 有些甜味 哦 有甜味 好 这个时候如果有披萨就好了 好的 请大家喝了这个饮料 大家都说有气 没错 因为这是碳酸饮料 那么关于这个碳酸饮料 我们去看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短片 大家一边喝一边看 估计看完之后 应该就不会再继续喝了 来看大披萨 为了鼓励民众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 曾经向市卫生委员会提交提案 禁止在纽约市内的餐馆 熟食店 剧场电影院 体育场等场所 销售重量超过454克的 大容量含糖的碳酸饮料 无度有偶 在康尼迪克州 有议员也提出 向含糖的碳酸饮料收税的提案 虽然这些提案最终并没有被通过 但是却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这也足以证明 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注意到碳酸饮料的危害 我这喝了半杯 就看完这个短片之后 就说好吧 那是我最后一次喝碳酸饮料 因为在美国 已经有部分地区 在限制出售这样的碳酸饮料 尤其是在学校里面 不允许卖了 而且我知道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的碳酸饮料 现在已经连续9年 在美国的销量在下滑 我们说碳酸的这种含糖饮料 对于肾脏损害 往往是长期的 大量的服用会对肾脏有损伤 比如在我们的近邻日本 就做过这么一个临床的调查研究 每天服用两杯以上 碳酸饮料的人群 跟每天不服用碳酸饮料的人群 在十年以后 出现肾脏病的概率是大大增高 而这个肾脏病的一个表现 就是蛋白尿 前面我们刚刚提到过 所以现在美国呢 有两家著名的饮料公司 已经把这个碳酸饮料的业务 向其他食品领域转移 谁啊 谁啊 不能说 而且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 自动售货机 就是售饮料的那个机器里面 也不允许再摆放这种碳酸饮料 对 在最早之前 人们在讨论碳酸饮料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在说它很甜嘛 甜对牙齿是有腐蚀的 那么当时就是有人提出来说 有一个小窍门啊 如果你又想喝碳酸饮料 又不想伤牙齿 怎么办 用吸管 后来有人说 碳酸饮料本身就气大 再用吸管 就很容易打嗝 看来过量的碳酸饮料 对我们的肾会造成伤害 那么究竟碳酸饮料里 还有哪种物质是危险的呢 在夏季容易受伤的三种肾 最后一种是什么呢 甜味肾 这个碳酸饮料也真的是很甜 那今天我们看现场准备了方糖 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糖 我们要告诉大家每一种碳酸饮料 它到底里面有多少块糖 我们以这个可乐为例 这是一瓶600毫升的饮料 一块方糖是4点几克 这瓶碳酸饮料的含糖量 14块 那么提到这个含糖的问题呢 美国心脏协会就特别明确地提出了 女性每天糖的摄入量呢 不能超过25克 男性不能超过37.5克 不仅是对肾 对我们的心脏 我们也不推荐使用这么甜的碳酸饮料 甜味虽然是很幸福 但是也不能贪杯 还是这个意思 那这么一看 我们这肾已经挨了三件了 就觉得这夏天特别不美好 肾上插了三把件 怎么办呢 现在马上要告诉大家 我们还有护肾三宝 我们来看第一宝是什么呢 第一宝的引出呢 我想用一句唐诗给大家引出 这句唐诗叫做 旧食王谢唐前夜 飞入寻常百姓家 就这一宝啊 我们原来认为是非常昂贵的 一个重要的补品 现在呢 但是由于很多技术的改良 或一些个工艺的改变 可以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也同样能够享用它的好处 特别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处 来是什么 飞入寻常百姓家就靠你了 护肾三宝的搬运工 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 神秘的小盒子 这包装就这么高档了 赶紧飞进来吧 能看见吗 有观众已经说了 这确实是东虫下草 这个东虫下草 说起它来 有的人以为它是一种虫子 其实不是 其实它是一种 麦角菌科的真菌 那么这种真菌呢 到了冬天 它钻到一个昆虫的身体里面 它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把这昆虫给杀死了 它自己借着这个昆虫的尸体 长成了这个东虫下草 野生的虫草 昂怪就在于它的来源 非常非常的宝贵 但是前面讲过了 对于我们肾脏保护的 有这种虫草成分的 这种功能的虫草 目前已有很多的人工的 培植的产品了 而且家庭也很便宜 于主任啊 咱们这个室内科 经常给患者开一些 含有虫草类的这种药物 那么这种药物和我们吃的这种冬中下草的这种小虫子 有什么区别 疗效上一样吗 它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天然的虫草 前面李医生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是我们虫草已经用药 入药 特别是进入到一些个中程药的成分里面 这种虫草大部分是人工养殖的 但是可以放心 至少在人工养殖保肾这一块 人工虫草同样能发挥 跟我们的天然虫草一样的功能 那么虫草对于我们肾脏的保护 主要是通过降解我们的肾脏 一些代谢产物 延缓我们肾脏的慢性化的程度 另外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避免我们的第一个 还记得一个元凶吗 就是感冒肾这种发生 所以我认为这种普通的老百姓 同样能服用起的这个宝贝 才称得上是护神的第一宝 是的 现在我们就去市面上来看一下 目前在市面上虫草的一个分类 还有一个挑选的方式 咱们一块去学习一下 东虫下草用名虫草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质疑关注 虫草越来越成为 人们常见的保健滋补药材 那么这小小的虫草应该如何挑选呢 咱们这个虫草表面的颜色 是黄金色或黄白色 虫草的头部一般是红金色或红褐色 有八对足 头部这有三对 胸部这个腹部四对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尾部有一对和一些虫草 虫草这块没有虫草 没有这个草 没有这个子座上面这个草 它的有些接上去的 有明显的这种凤击 有的时候就能轻轻一掰就容易断掉 虫体肥大为最好 紫实肥大 一般的一公斤为基准 在2500到3000左右 最好的这个是1800的一公斤 此外除了辨别虫草的好坏 专业人士还提示市面上也有一些假冒的虫草 我们通过三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分辨出虫草的真伪 首先真正的虫草闻起来会有类似于香菇的清香味道 其次捏一捏真的虫草有韧劲 草图中空 而淀粉胶住的甲虫草 周身都是实心坚硬的 最后还可以通过虫草的断面辨别真假 真的虫草可以在断面中看到细细的一道黑线 是虫色的消化道 证明是真正的东虫下草 泡水包汤蒸煮肉食中加入虫草 都可以很好地发挥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保健作用 我们来看护肾三宝汁第二宝 在这个箱子里 还有那个诗歌搭配吗 没有诗了 因为那个三宝的歌 我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是什么 哦 这个可以 给我一杯忘情水 没有虫 是他们后配的 因为今天到了大医生现场 带来的水应该不是一般的水 那怎么来鉴别 跟一般水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做一个实验 来 这有一个试纸 OK 我们倒一点出来 来 李医生 这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来 我来看一下 好 这个pH值 应该是比7要稍微深一点点 是 那就是大于7 大于7 但是呢又没有到9 那我知道了 它是一个碱性水 对 这时候观众应该有答案了 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护肾的第二宝 就是我们的小苏打水 我知道在超市里面呢 这种小苏打水 还是要比一般的矿泉水卖的要贵 是的 是的 就是它的营养成分 或者是对于我们肾脏的保护啊 可能比一般的白水还要多一些 对于本身有肾脏病的患者 我们前面提到的血尿 蛋白尿 如果长期服用一些小苏打 仍然可以降低蛋白和血尿 在我们肾脏的沉积 减少它们对于肾脏的直接损伤 仍然有帮助 另外一点 就是有些个高飘零的饮食 可以引起高尿酸血症 或者痛风 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 对于痛风的患者 鼓励多喝小苏打水 它可以减化尿液 可以降低我们尿酸 在我们肾脏的沉积 那么这对通风的防护 特别有好处 所以说第二宝 苏打水是对我们的肾脏 是有保护作用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我身边会有很多人 他们会刻意的 就是去喝苏打水 是 他们觉得有一个保护作用 这个保护作用是不是存在 是 就像一句成语说的一样 过犹不及 我们任何一个食品也好 一定要量力而行 所以我们只是建议 可以平时多喝一点苏打水 但千万不要过量 就像那个碳酸饮料一样 实际上我们超市里 能碰到的这种苏打水 实际上并不便宜 所以呢 所以你看今天于老师 给我们推荐了两个高大厂的东西 不敢当 一个是虫草 一个是高大厂的苏打水 我知道你要干嘛了 我们要自制 你要继承 王云刚医生的作风 没错 我们叫低小夏 什么呢 低调小资下厨房 好 所以做出来的就是 王凯大苏打水 对 没错 咱们看一下怎么配的 王凯心想 虫草我们做不了 苏打水我们还做不了吗 王小苏打 对 那么我手里的这瓶呢 是纯净水 500毫升左右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配呢 实际上就是0.5克的小苏打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小苏打而不是苏打 那么这个就是小苏打粉 0.5克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 这个就差不多是 倒在这里 这个就差不多是0.5克左右 倒在这里 那么再来一小勺蜂蜜 你自己做好的苏打水 王凯 你加这个蜂蜜的作用 一方面是不是要掩盖 那个小苏打的苦味 没错 它是 因为直接喝苏打水的话 如果只加小苏打粉 会非常的苦涩 这个水 提高口感 改善口感 来吧 王医生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要自己一个人分享 但因为我来为你 好 感觉怎么样啊 口感 感觉还是可以再多点蜂蜜 对 对 还是有那个苏打的味道 但是是 相对来讲 比较色的口感的那种大水 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 去调节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 护胜三宝的第三宝 是什么呢 最后一宝 请看我们的箱子里面的物品 有诗歌吗 没有诗歌 因为这个更 更难了是吧 罗医生 没了 歌没有了 但是有画的 罗医生 有画面 有画面 对不对 应该有那个白娘子的那个歌 对对 啊 心虎媚 有画面 好有画面感 有画面感 好 现在就是出现了一把雨伞 然后罗医生一号时候有画面感 然后把这雨伞在屋里撑起来 这雨伞的作用是什么 对 我们雨伞不光是为了防雨 实际上在夏天大家都知道 每天的阳光非常的强烈 那么在西方还有很多人喜欢晒阳光 晒太阳 因为这种健康的皮肤 肤色呢 人为古董色是特别好的 但是请注意 如果本身有些个肾脏疾病的高温人群 他的皮肤是非常敏感的 特别是跟我们的很多的过敏反应密切相关 很多人对阳光是直接有过敏反应 所以特别祝福各位 如果有过敏体质的 或者是本身有肾脏疾病 身上有一些个皮肤水疹的患者 要注意避免阳光的直扇 在外出的时候 多打一把伞 可以戴一些个帽子 或者一些眼镜